西劇中演出農家人在日治時期 如何逆境求生存 究竟當時的臺灣人個性如何 以把九六年來臺任教的山根永葬 為我們揭秘 列出一百種臺灣人民族性 絲毫沒有注意左右來車 不論駕駛還是行人只顧自己權益 讓臺灣被外媒稱作行人地獄 這樣的觀察百年前 就被山根永葬列在書裡 同樣讓民眾都很有感的 還有邀請韓上的時間 僅供參考 新貼協傍晚六點開桌 常常等了又等六點半 人都還沒到期 也讓奇奇怪怪的宴客時間 成了特別的現象 僅供參考也是啊 自己有遇過嗎 有啊 就是婚禮 通常時間大概還有 再延半個小時才會開始 沒錯 真的嗎 你有遇過嗎 有 大部分十二點 大概都到一點才會開桌 書中紀錄的百種民族性 有些一路延續到現在 現代人也認同 有遇過就是媽媽 絕對有啊 就是早起 然後就是要洗衣服 對 要曬衣服 就一定要給太陽曬過 對 我也覺得愛大觀思 怎麼說 因為就新聞常看到啦 主要是這樣 就是很多小事情 都一定要上法院解決這樣 雖說隨著時代演變 多少會和現代人有差異 但雷同處還是讓人直呼 臺灣人民族性真的很堅強 華視新聞謝君仲 沈立榮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莊宇潔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